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语法 首先来看一段对话 ジョンさんの書いた作文 よくできていますね 约翰作文写得非常好 え、しかも字も上手ですよね 是啊、而且字写得挺好的 そういえばジョンさん今世ずっと来てませんね え、突然想起来了 他怎么这一周都没来吗 好、对话看完了以后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语法环境 それがまだなんです 我们一起来看看それが的用法 お嬢さん、もう大学をご卒業されましたでしょう 你女儿大学已经毕业了吧 それがまだなんですよ 这个还没毕业呢 这段对话中的それが主要是表达一种 预想外的结果 没有想到的结果 与上面的句子相反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也是一种转折 也是一种转折 这种用法呢 可能会堵车 所以我们就想早点出发 接续词そこで 主要接续在一些情况的后面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 后面采取一种有针对性的措施 方法或者解决的方案 相当于 相当于 そういうわけで 另外呢 そこで 还有第二种用法 可以转换话题 引入一个新的话题 相当于 さって 明天车子 估计会很堵 そこで我々は 朝早く出発するつもりだ そういうことから判断して 从前面的状况 做出判断 拿出一个 有针对性的方案 所以 我们打算 明天早点出发 这是第一种用法 今度 アメリカに旅行します そこで お願いがあるのですが ちょっと それに 関係して 这一次要去美国旅行 所以呢 想 麻烦你 分からなくて困った そこで 先生に尋ねた 这个问题搞不懂 很头疼 于是 问老师 问老师 在这里是一种 解决的方法 解决的方案 有针对性的措施 そこで 本題に入りましょう 那么 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这里 显然是一个话题的转换 另起一个新的话题 以上 就是接续词 そこで的用法 今后 大家在使用日语的时候呢 要充分的 分清 そこで 和 それで 这两个词的不同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そういえば そういえばというのは 今思い出したけれど 我现在想起来了 突然想起来了 急に何か思い出した そういう感じです そういえば 主要使用在口语中 主要是 说话人在 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 联想到一个 有关联的话题 并且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上 そういえば そういえば 您父亲 您父亲 就设计师 是吧 福島で 大地震が起こった そういえば 田中君は福島出身だったよね 無事かな 在福島 在福島发生了大地震 突然想起来了 田中就是福島人 不知道他 是不是安全 そういえば さきほど 確かに 鈴木さんを見かけた 这么说来 刚才好像 确实是 看到了レモ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四个 それはそうと 試験はいつだっけ それはそうと っていうのは 関係ない話 ところで つまり 話題を変えるときに 使います それはそうと 可以把两件 没有关連的事情 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 它的作用是 转换话题 引起一个新的话题 相当于 ところで 今日の授業 面白かったね 今天的课 挺有意思吧 うん すごく ダメになった 非常有用 それはそうと 今度の試験 いつだっけ 对了 下次考试 是什么时候来着 这里的それはそうと 确实就是 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 話は変わりますが ところで 去って という意味です 春になりましたね それはそうと 田中さんの息子さん 大学 受かったでしょうか 春天到了 对了 听众儿子 考上大学了吧 春になった 田中さんの息子さんが 大学に受かった それは全然関係のない話ですね 这两件事情 可以说是 没有任何关連的 用上 それはそうと 就是引起一个新的话题 过去的事情 刚才说的那个事情 先不说了 それはそうと 与 刚才我们讲的 そういえば 它的主要区别 就在这里 そういえば 更多的还是 联想起一件 相关的事情 では 簡単に練習しましょう 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 練習1 正しい方に 丸をつけなさい 1 この周辺は 交通状態がひどい 这一带 交通堵塞得很厉害 そこで それが 新しい道路が 作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决定 修行路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因为交通堵塞 所以 修路 修路 是对于交通堵塞 这个状况的一种 解决的方案 因此 我们可以选择 A そこで それが 更多的是一种转折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2 来週から旅行でしたね 好像从下周开始 就旅行了 そこで それが 家の事情で 中心になったんです 第二题的选项 跟第一题的选项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次呢 我们应该选择 それが 这里是一种转折 从下一周开始 本来就旅行了 但是 因为家里面 出了情况 取消了 不能去了 三番 壮り場が 混んでいると思ったら チョコレートか 啊 A そういえば B それはそうと 明日は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だった 难怪商场里面这么急 原来大家都在买巧克力呢 そういえば 在这里表示 由前面的事项 联想起一个有关的事情 それはそうと 更多的是 引起一个新的话题 与前项 没有关系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A そういえば 因为我们可以 从后面的句子 做出判断 明日は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だった 原来明天是情人节 因此才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买巧克力的 商场才这么拥挤的 日本版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今日はいいお天気ですね 早上好 今天天真不错 おはよう やっと晴れたね 你也早 今天好不容易 天放晴了 A そういえば B それはそうと この前 お願いした 書類はできましたか 之前拜托的那些资料 准备好了吗 这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天晴了 和准备资料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发现 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B それはそうと 天好不容易放晴了 顺便问一下 资料准备好没有 次は5番です 下面我们来看第5题 電車に忘れ物をした 把东西忘在电车里了 A そこで B それなら 駅の事務所に問い合わせた 跟车站的办公室取得联系 这里的そこで 我们可以理解为 采取某种解决的方案 或者措施 忘了东西 所以 跟车站联系 这是很自然的 而 それなら 如果那样的话 它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判断 或者意见 而不用来表达一种 已经采取了的措施 問い合わせた 这是继承的事实 留学生の受入先の問題があった 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 一个人居住的老人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是 接收留学生的问题 そこで お年寄りと 留学生との 共同生活という案が 出された 于是 そこで 在这里呢 是一种措施 于是呢 所以呢 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案 提出 让留学生和老人 一起生活 一起居住 七番 田中 着重强调了这个地区 机场的重要性 于是呢 当选了 それが 当选したら 全く反対のことを 言い出した それが 在这里是一种转折 但是 他当选了以后呢 却 说出了完全相反的话 我会说出了 停止这种